第一步拍底色 把调好的油彩 用刷子铺到脸上 然后用分铺把油彩铺勻 第二步走湿火 现在去红色的油彩 铺在腌部 圈部 鱼匠上 第三步 顶床 在面上均匀地顶上一层干粉 先顶白色的部分 再顶红色的部分 第四步 刷干红 把干红刷在腌部 还有把面部色彩更鲜艳的位置 第五步 画腌线 用腌线笔 够了腌线 腌纳要微微的上天 第六步 口腹 用红色的油彩先勾出分性 然后再用油彩把它缝隙填满 然后转容的部分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